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件印度小叶子坛的手把件 叫做唐马运财 也叫马上发财 雕刻的是一匹小唐马 然后背上拖着一个小元宝 寓意着马上发财 唐马这个题材现在在文文收藏行业里特别的火爆 不管是木雕 玉雕 还是石雕都非常常见 唐马指的就是圣唐时期的马 自古以来唐朝就是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之一 而且唐代又是以胖为美 所以说唐马也是依照唐朝的审美设计出来的 胖乎乎的 标肥体贱的唐马 体态圆润但是又不油腻 就是圣唐的体现 同时这饱满见说的样子 透露着这富贵之气 所以说唐马还寓意着对美好生活的记忆向往 而且马这种动物自古在中国人心中就有着无限的美好 我们总说龙马精神 就是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 同时马是忠诚的代表 又有这勇往直前的魄力 所以说唐马真的是非常受欢迎的题材 而且现在木雕手把架中的唐马都会做得很饱满 非常合手型 很满手 非常适合盘玩 OK 今儿给大家聊到这 关注我 了解更多文化收藏知识 沐浴神香 拜拜 拜拜